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中舟说王阳明对人类的贡献就是什么 说天下的心已经坠了地了 破碎了 来先生回复 就来王阳明对天下提出了心 就讲着良心 今天我们这么多社会病 杀医生 杀老师 这些社会病的根源就是良心的大大的坏了 这心已经碎了 麻木不仁的那帮美丽的老鼠就是没有心 就空气 就只管自己把自己打扮了 这个心就空了 所以想提出心是一个时代的要求 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心血的一个破在眉睫的任务 也是这个时代需要心血的契机 痛点 如果架空度日就溃为人了 整天架空度日溃为人 一个时代要架空度过去 这个时代也就打了水漂了 志气你的帅 那主帅被夺了 志气被夺了 你就成不了人了 成人成义 那都是自个成全自个 再重复一遍 知心一再意成 意不成就心和物 就两分了 这心物一两分就有了间隙 就有了间隙以后 就这个就是腐败啊 是吧 敌人就可以从那里做名堂了 就变诈生 这清情都出了假的了 这清情是最自然的 最脂肪大的 然后也开始 这个虚伪的 这个欺骗的都来了 这个社会就百病重生了 如果以心为主宅 尤其是良心为主宅 这个树能够圆成 你在世上磨的时候 你达到了一种成熟的境界 你就算没白活 你不要作空 不要作物 你比方像我们在树宅里 过了一生的人 就作了空了 就是摧摧老义一事无成 就是祖空 口谈 说来哇啦哇啦 你去办点事就是一事无成 也不要去足物 不要去追求外在的 这个一些功利性的东西 但是心学不排斥功利 心学主张建功立业 就是你在建功立业的时候 你建了德 立了德立了严 这种做法叫红大道 你红了大道 你的学制了用 这个这才叫心学的胜利 为了对治社会上的毛病 这个王庸民提出了一个八本 塞圆馏 这个是鼻 怕百姓不懂嘛 就是我把它夹了两个字 八鳄本塞堵源 就是把那个鳄树的那个根 把了 那本是根的意思 源头 这个污染的水源把它堵住它 这个去产缝 这个人们是要么去 这个产为别人 那个产 有产言 造谣声势 就是我里都呗 这凤也是这个羡慕嫉妒恨 恨就是这个凤 要把这种仇恨 人性恶的 对别人不怀好意的 把这种恶本和毒源拔掉 这个拔本塞源 对自己来说 这功课怎么做呢 就叫悔悟 悔悟是去病的药 悔其已作 这悟呢就是绝不再重犯 就常悔悟 然后呢 独时的去落实 践行 为什么 这是你的道德进步的接替 你要不悔悟 有些人天天悔悟 但是 绝不确实的去往前迈一步 去不去执行 这也是玩弄光景 我参加过好多那个 学佛的那些讲会 哎呀我对我婆子不好啊 婆啊 哎 他在消费他这种悔悟 他没有独行之 所以他的道德得不到进步 你悔悟了以后 绝不再重犯 而且那个独是踏实的 诚实的去践行的 这是你道德进步的接替